正中間的圓的 它寫OK,這是確診鍵 對,然後確診鍵上面有一個 向上箭頭 它有甜心圓有沒有 這個上下左右 這邊外面還有四顆鍵 這一顆的話是那個 倒退回鍵 像我進入了下一層目錄 其他都會講話 這已經在進入了 這上面應該有,可是那個螢幕都 沒有顯示 螢幕沒有顯示 那個是我把它關掉了 那我把它打開 Damen 謝謝 大家 我們 我們 呼籤 我們 可以 這個 OK 我們 想 這樣它有沒有螢幕亮了 有齁 有東西的嘛 對不對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說我們的Menu是這一顆 嗯 左邊 左上方這個是Menu 對 那這一顆是那個倒退 這個上下去選擇那個Menu裡面的東西 主菜單就是最上層嘛 那它有幾項 你這螢幕雖然亮的 但是並沒有任何顯示什麼文字 那可能又要去裡面找啦 嗯 不然你用聽的也可以 下面是聲音 大小聲 這是大聲 錄音機 最主要你要選到錄音機 錄音機 除了錄音機還有什麼 還有電子書 哦 還可以當電子書 那你可以聽音樂 可以聽收音機 錄音嘛 錄音嘛 我怎麼知道它是錄音 他剛剛有講 錄音機錄音啊 主菜單 錄音機 主菜單 錄音機 主菜單 錄音機嘛 主菜單 錄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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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這個選項有兩個 一個錄音機 一個是錄音回放 你可以聽聽看錄音的問題 所以你錄完了你就用回放嘛 錄音 那再按進去 錄音機 剩餘時間 8小時 49分鐘 33秒 它錄音的時間有這麼長 可以可錄時間啦 你再按一個它就開始錄音了 再按一次OK 再錄音狀態它錄一聲OK嘛 就進去了 就開始錄了 開始錄音 現在就是錄音的狀態 錄音第一條 那你再按一下中間這一顆 再按一下的話 錄音關閉保存 就儲存了 是嗎 就儲存了 這不必儲存 你按這個就可以了 你這錄音是錄音對不對 那錄音了後 我不想要這一段 按這個倒退鍵 你注意聽喔 注意聽 有沒有聽到 關閉錄音不保存 我都沒有聽起來很清楚 我們可不可以把那個電視關掉 因為聲音比較長 你們的聽力比較好 不是因為開了電視嘛 所以你的耳朵就不行了 耳朵本來就不行了 把電視關掉好不好 不好意思 因為它現在又有電視 電視聲音 那這樣這個又比較小 等一下 沒關係這個你比較 因為它已經很熟了 所以它已經很熟了 你熟了你不必看都可以做 好 現在開始 這個聲音 這個聲音 聽到嗎 對 這比較適合我們 電子書 文件管理 電子書 錄音機 錄音機是最上層 錄音機下面會有兩個選項 錄音機下面會有兩個選項 是你的電話嗎 我幫你拿過來 不行 我幫你拿出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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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